来到首尔延西洞 中华民国国歌随之入文 这里是创立于1942年的汉城华侨中学 现今约有六百多名学生 在此接受正统的中华文化教育 当过汉城华侨中学 它的前身就是光华中学 光华中学是创立于1942年的创立的 当时有的四字名还有丁元干的桥梁提议的来设计 开始教生的时候只有三十几名 1945年又教生 教生一共合选全校 初一到初三一共是120年 当时清德老师有好多次是台湾品质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光华中学由部分学生张贴反日标语 被当时统治的日本政权视为麻烦制造者 当时已经逮捕了20名光华中学的学生 那么查了有一两个月呢 也没有查去查去证据来 所以没办法呢就把他们去释放了 警察单位还是不放弃 冷人呢来咬乱了他们这个学生的作品 光华中学也因此在1945年走入历史 1948年又有一些侨领 还有呢我们中华民国最韩大使馆的领事部 那么大家共同写地呢 就筹划这个建校的工作 叫副校的工作 在1949年呢就开始教生 那么一直到了五零年 五零年的时候呢 正好是韩战爆发了 1950年韩战爆发 韩国北部的华侨大举南迁 也知道这个局势不是很稳定 韩战华侨总觉得 也根子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南迁复杂 中华民国驻韩国大使馆 协助向韩国政府借用土地 再向美军借来五个军用帐篷 作为临时校舍兼夜间的宿舍 汉城华侨中学的师生 便在帐篷里 课难地继续未完的课程 经过了三年的时间 借用的契约到期了 韩方来督促我们的 归管这个土地给他们 所以因此这个时候呢 正好有中华民国 巨韩大使叫王东元 王大使 他呢就在计划前校 扶校的工作 民国四十三年 迁到这个汉城 在汉城就扶校了 扶校了以后呢 学生的人数啊就不断地增加 实在是容纳不下 所以呢 汉城乔中就迁到现在的延期洞 学校啊就慢慢一点点都上了轨道了 一直到今天 今天呢可以讲我们的校舍呢 非常非常的 轻微啊 非常的这个现代化 而且呢我们的教学呢 设备方面也都电气化了 我们学校呢 每一间教室里面都会有一台电脑 还有它的投影机 学生们透过一些市面上的 一个视觉的教学呢 可以比较引起教学的兴趣 教材方面 采用乔务委员会 无偿提供的课本来进行教学 我们用的课本呢 是这个台湾的课本 我们用的课本呢 也在第二同时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电台 感谢所有同学老师 学生们除了吸收心之外 同时也走出校园 教导韩国人学习中文 借此宣扬中华文化 韩国警察局邀请我们学校 帮韩国学生教中文 我们中文和韩文都很流畅的关系 我们比较能理解他们哪里不懂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经验 从汉城华校中学毕业后 大部分的学生会选择到台湾 继续深造 所谓的回国班 就是回台湾读大学的一个班级 那基本上班级当中呢 有些中文能力比较好的同学呢 他们会选到台湾去就读这个大学 想回台湾的原因是因为 我一直以电机系为目标 而且我在网路上做了很多的搜寻 台大电机在国际上算是非常有品质的 然后制制也非常齐全 设备也很有量 所以一直以台大电机为目标 今年如愿考上了台大电机系 我想回台升学的理由是因为 妈妈经常对我说有关台湾的事情 让我对台湾的生活有所向往 所以决定以回台升学为目标 努力 今年考上国防医学院医学系 除了课业与升学外 汉城华校中学 也为学生准备了多元的社团活动 音乐 我们学校呢 它是静态的 还有动态的社团活动都有包含 动态的活动的话 像武师啊 舞蹈啊之类的一些活动 那还有一些静态的话呢 像书法啦 或者是动漫社 画漫画的那种的社团呢 我们都会有 所以我们学校的学生 应该是能动能静的那种的 在学生肆意挥洒着 青春汗水的操场上 助力着国父孙中山先生 和先总统蒋公 两座铜像 这两座铜像呢 原来设立于 中华民国居韩大使馆 但是呢 不幸的 1992年 那么八月呢 中华韩断交 中华韩断交呢 这个没想到 韩国政府那么快的 就把中华民国的馆产呢 就让给中共 当时 汉城华侨中学的理事长 1882年 韩国 吴朝训练军叛乱 清朝名将吴长寢将军前来平断 1885年 吴将军病逝 李王深感震道 在首尔市 乙之路 新建了吴公祠 纪念吴将军 生前的风伟公姬 后来因为都市计划 才将吴公祠 迁到了 汉城华侨中学的后山 汉城华侨中学 在这漫漫七十年间 迹经搬迁 即使在釜山那段 最克难的时光 汉城华侨中学 依然弦歌不错 培育出无数的青年才俊 我在1983年 业于韩国汉城华侨中学 有机会能够为我的母校教书 我认为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意义 最大的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